HELLO 大家好,繼續回到這次Pokemon的白金 主打八變怪的白金 我們繼續回來,上次就說到非洲輸了被這個混亂催眠 今次就希望打得贏 我盡量都不太想吃很多藥,因為其實我現在沒有錢 基本上輸都沒什麼所謂 沒什麼所謂 這裡立即中了嗎? 哎,中錯了幾個 OK 有些人推薦我八變怪,用了這個蝙蝠仙,再用超音波 但是不夠快 可以看看其實沒什麼所謂 偷襲催眠 偷襲 嘩,他還有果實嗎? 其實真的有點難打 健身 咬吧 嘩,他這麼容易中他的超音波瘋根 這裡超音波瘋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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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用咬吧 直接咬死他 OK 接著這裡我就直接換蟲 唯有 好 好 變身 接著就用催眠 哎呀,不中 中了中了中了 打死吧 睡到吧 有機會 其實我這裡吃藥就贏了 那不如吃藥吧 免得 免得看這麼久 吃20血應該可以的 OK 可以吧 你不要把我的爆 嘩 唉 為何會這樣呢 嘩 我忘記了應該要吃藥要保險一點 因為我比他更猛 咬吧 頂 神經 只剩11血 那我 唉,這裡唯有吃 吃大藥 吃大藥一定可以的 但我不想吃大藥 真的不想吃大藥 吹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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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死他了 每次都剩下這麼少血 我這裡一定要催眠打他 催眠 在這裡吃大藥打了 吃大藥一定可以的 對,我想 快點偷襲他 不然他叫聲了我就玩完了 贏了 唉,也不用吃藥了 剛才 想不到他被年輕人打輸 反正已經拿到足夠的電 有了這些應該可以做出相當不錯 讓大家認同的天才冥王星知道 馬之 能夠命令我只有老大一個 替我收聲這個家貨 剛剛才加入的新人 不要那麼囂張 我們暫時再見 暗羅脫 總是說要收集一些精靈和能量 製造出宇宙 完全搞不懂 無論如何都是謝謝你 快點去洗草 工作太忙 不要理他 我想問他 我交多少錢 1300元 1300元可以買 喂? 很可愛 聽說這個人 暗羅脫馬上趕來 什麼?被你打低? 想不到他多強 不是 說的是真的 真的不再年輕人 已經這麼厲害了 我要追求那些圖塊的家貨 貌似在這個市場 八代市有銀內斷的指揮中心 再見 馬上買藥 不要浪費了那些錢 唉呀,剛剛差40元 那... 照買吧 分兩批 八代市指揮中心 我們先過這裡 最後八代森林之前和我打一場 好 姚美巴 真的撞擊 嘩 撞了超多 剛才那一刻就好 一定是會心 剛才那一刻 來吧,小子 甚至被香味吸引過來的精靈都不少 甚至被... 嘩,一看到這條都已經不放好東西 唉,神經 好厲害 這個... 哪有能打勝負 這個... 真的打不勝負 這個應該是可以讓他看不到的 看著,然後再看左手 唉,為何會這樣 重開 難道他... 設定死了我一動的時候 他就立即看過來 不是 這個我的問題 要是我不拿精靈猴 可以了吧 嘩,他真的立即看過來 那真的一定要打 不行,他看得殺死了 這個位 這個位置看得殺死了 這個人 OK 要是我燒光了PP 要打 不然我燒光了PP 打不打贏 不知道要試一下 OK,可以了 接著我就立即試打這個人 看看絕地反擊之下可以打多少傷 嘩,很多 都... 你死定了 但是要吃很多次藥 不得不承認地 是要吃很多次藥 起碼要多吃4支 這支50 那不要吃50 吃20算了 嘩,OK 其實 這樣打得更快 要爆一下你 那些真是藥之訓練家 沒有藥 立即撞藥 一隻反擊 嘩,一滴血 神經病 搞定 嘩,我剛剛吃了多少支藥 起碼吃了... 我剛才十多支 起碼吃了五支雙藥 一支很傷 然後拿回來只有一支雙藥 不過沒所謂 起碼我們測試到 其實這樣都... 勉強打得贏 只要在他變硬之前打贏他就可以了 如果他變硬了就未必打得好 未必打得好 OK 好,這些應該沒事的 最主要氣味好 這些應該是草系 毒場味都OK 很有生長 嘩,麻痺 轉一轉重 啊,麻痺 真是聰明 再吸收了他的生長毒針 一下就刺下去 嘩,你很賤 但不要緊 OK 他剛才用了生長速 吸收他的能力變化 好 好啦 其實真的每打兩次NPC 就要死回去 如果不是很快就死 打完這個吧 看這個款式應該都是 互主犬或者小貨馬 我們來戰鬥吧 路程很長 雙尾怪獸 普通的手 嘩 這些垃圾技 真是 唉 這裡很明顯也是要揹 又是要 其實他也打不贏我 他只是一招鬼 我兩隻都普通 其實可以玩死他 其實可以玩死他 2000年後 好啦,他已經沒有了招式機 招式 嘩 他一下會心打死我 你不是說我要輸嗎 我打死了他 那沒辦法 我原本想到我差點輸給那個小貨馬 就是 他第一下第二下 絕地反擊 馬上爆擊 真是神經 好啦 但剛才那邊如果我用撞擊 我應該都會贏 因為他會反死自己 嘩 又是這些 又是這些行山佬 我看到這些行山佬 都覺得 很不安 不想走過去 他 經常都帶著小拳 吃什麼鬼 會有什麼精靈呢 你一帶 嘩 又是爆了你 走一走 因為吸收他的 啊 不是啊 神經病 然後也要加攻 我這裡變完被他打死 因為我一會兒要變回他 那如果我用 我用叫聲削弱他之後又變回他 那我自己吸收 所以最後這裡不要用了 嘩 他很賤啊 嘩 好賤啊 又逼我 我相差去12都贏不了 又爆擊 神經病 神經病 整個遊戲最難打了大牙利 大牙利 大牙利也不是鯉魚王 完全不用自打 不打那個 我們直接打 看看行山佬 行山佬應該不用打 非常好 最討厭打行山佬 神經病 好 格鬥爐 一看就知道 手刀 手刀 哇 這些很爽快 真是滿力 如果真是 劍本三人玩一玩 圓棋我 玩水泡沫 拍打 我怎麼會輸給你啊 年輕人 一直噴死你 打到我 快死 有什麼回血 有 太好了 嗯 八代森林毒系精靈很多 這裡有沒有行 沒有 真的一定要進去這裡 這裡是管主 這是莫米 有個拯救我想穿 不是 這個是 智養家 好像 但一個人會怕 聽過銀螺團在這裡附近 有一句說話 一結半夜 很棒 一起行動 受傷的精靈全部都有 我治愈 你什麼精靈 嘩 吉利彈 好玩 吉利彈 很棒 哇 連環掌擊 精神回復 變小 精神回復是什麼技 精神回復 是不是可以檢查技 檢查不到 試一下 變小 精神回復應該解狀態 我們走吧 應該不用打贏 看到鬼師 他被人詛咒 活該死吧 你有沒有 除了吉利彈的重 師傅 你只有吉利彈 不太好 捲捲二 其實可以直接走 這裡 一定輸 不是一定輸 只不過打很久 最型肯定是重精靈 耍未散三步 你不要出軌 就可以了 誒 轉錯重 不要緊 電腹 嘩 我記錯了 以為是那招是什麼 可以連電自己的招 黑鍵 電 剪尾蟲 他有生蛋 這麼神的精神 嘩 一下秒了 正 第一次感覺這個遊戲 這麼好玩 電光石火 打他就對了 不要打我 快點搞定 快點搞定 那關 解麻藥 來吧 小子 如果訓練師可以和精靈心靈相東 會產生不可思力量 嘩 這隻東西 轉這隻 嘩 這些垃圾技 算了 轉了吉利彈出來 這吉利彈不打人 只是縮小是怎麼回事 他明明會打人 掩上他 再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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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不斷掩上 好 打好 這些不用打 除了吉利彈還有什麼 蟲 不是很清楚 如果殺了吉利彈 不行 應該是剛才那場試試殺了他 反正他一定贏不到我 我想 不對 我沒有PB就玩完了 發現真希精靈 嘩 這些不是垃圾蟲 精神回復 嘩 厲害 先縮小 其實我負責縮小生蛋 已經屈肌了 我負責OU手段 然後另一個負責輸出 OK 掩上去 嘩 用得很爽快 用吉利彈打得很爽快 做一下 定 好 這裡 走 接著 POP多一次 因為沒有了 嘩 打不進 什麼 不斷掩也不行 嘩 又要走了 用完一次真的又要走了 嘩 頂混亂 糟糕 嘩 變吉利彈立刻關掉 不要開玩笑 沒有了 癡筋 好 蓋他 就死了 又死了 又死了 好多隻 要打 癡筋 玩得沒有了 PB 真的瘋 沒有了 好 好 接著就換了 麻辯 嘩 已經變了第四次了 這次 真的被人減了攻 這麼低輸出 怎麼可以 那隻蟲明明很低防 又用完了 只剩下我的草 那一棵蟲 這隻會撞擊的 原來 這隻的撞擊更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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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蓋子更厲害 貴事 嗯? 這裡還有專利口 到了 出口了 一個人肯定找不到 謝謝 作為助 謝禮一定要交給你 在其他地方再見 看到這個水衣不是很想打 我的水衣全部不想打 自己有空再回來 來了 八代市 看到銀螺團 好 這個要砍樹 不對啊 這個是不知道什麼大廈 哦 你是來參觀精靈像 我帶你去 蛤? 這個就是精靈像 創造了這個世界 是時間和空間兩重螺旋 而鎮守著神怒的時間和空間的精靈 神話故事的真實性 果然有調查的價值 愛的孩子想參與我的遊戲裡面 蛤? 剛才的衝擊令我想到一樣東西 成為最強的訓練家 最簡單 我方的技能百分之百擊中 對手的技能完全閃爍 一來就不會輸 你就繼續看 拜拜 這幾串 喂? 希羅那 好 我記住 希羅那 有調查精靈的神話 算是有點奇怪的精靈訓練師 在這個八代史 有張古代精靈的姿態記錄下 雕像 你看過沒有? 似乎擁有著很強力量的精靈 如果你正在尋找 或者會撞到 消息機01 我跟這個博士問好 這裡有沒有到的? 有 有 剛才的挑戰就像風一樣的少鳥 似乎叫MK仔 如果不致性全部精靈的話 全部訓練家的話 是沒辦法打我 OK 打 這個第一個 歡迎光臨 草系說 我想應該打不贏 我想應該不太打得贏 喂?剛剛沒打死 哎呀,這隻要走 就算是怎樣 麻痺 會不會麻痹呢? 臉山 嘩,這肺技 座得很厲害 喂,又麻痺嗎 是否瘋狀 立刻再換松 想麻痺我 嘩,不要這樣 嚇死了 爹 又是這樣 撞它就贏了 喂 我看到我的錢都沒有了,四百多元,馬上買東西 很多錢,買一個好箱,然後全部箱 800元,有強化嗎?應該有了,還沒有? 那我買了所有東西 好,今次這一集就先來到這裡 因為草道館我預計自己都打十多分鐘 五至十分鐘左右打草道館 因為草的精靈其實不是很多的攻擊技 我多數都是變化技 如果大家都是同為草或是毒系 今天可以很久摸,摸到二零四六的可以 今集來到這裡,如果喜歡這個影片記得訂閱和LIKE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很快 好可怕